萨玛娘Pretty Derby以北部玄剧和李建广钻作为主角的一周年纪念动画 相信很多人都记得最后片尾出现不少新登场的玛娘 虽然有人凭借着外观特色猜中了原型玛 不过引人好奇的却是那位一开始一直试图在主角们身后抢劲的玛娘究竟是谁 一开始有人猜想她会不会是与小北同期的名码 结果Sidegates很快就公布了答案 原来她是一批在2006年出道与福特加大和世纪同期的名码 而她在游戏中刻画的故事更是贴切的融合原型玛丽史 结合2000年早期经典游戏感动人心的剧本要素 在网络上引起许多新旧玩家的共鸣 她就是时隔14年后再度被世人想起的短途名词 真公快车 Aston Marchand 真公快车在2004年3月5日 诞生于日本北海道千岁式的摄台牧场 父亲是曾经获得2002年最优秀短距离码的喜高山 Adomaya Kojin 母亲Lasling Kaps虽然默默无名 但本身是美国知名种码Woodman的子嗣 属于名码韬金者的血脉 据说真公快车因为成长过程没有什么病痛或意外 而被牧场人士视为优等生的喜马 在满一岁后 由立东训练中心的猎码师石板正负责调教 由于真公快车是喜高山所配种诞生的第一批子嗣 没有过往复系协同的子嗣战机可以参考 因此在赛马界中的评价较为保守看待 最终这批母马成为当时新手马主 护佐真公医师的所属赛马 以英国豪华跑车奥斯顿马丁车商的商标名 结合马主学生时代的绰号Majang 将自己所属的第二批赛马命名为Aston Marchand 生涯11战无胜 真公快车赛场生涯短短两年不到 也不像许多名流青蛇名马一样为人所知 本应该随着时间的洪流而为世人所淡忘 而护佐马主那时也可能没想到 真公快车的名字在时隔44年后的今日 再次被许多人提醒 回顾Majang故事的起点 就在2006年夏天开始 2006年 两岁的真公快车在7月的小仓新马战由武风测骑出道 不过比赛最后以些为之差 习败拿下第二 8月初改由和田龙俄骑士测骑 再次与小草赛马场进行未胜利战 终于成功拿下首胜 9月真公快车出战G3小仓两岁锦标赛 以先行顺位在最后弯道突围 拿下生涯第一座重赏优胜 这同样是马鞍上才出道两年的教导梁太骑士 生涯第一座重赏优胜 经过修养后真公快车再次由武风测骑出战 11月G3幻想锦标赛 于最后直线剩余200公尺突围夺胜 以1分20秒3打破纪录 也拿下重赏2连胜 眼看状态正好的真公快车 接下来12月便是两岁母马限定的G1赛事 版神JF锦标赛 初次挑战1600公尺的真公快车 以人气第一赔率成为大热门 但该场比赛的最后直线 原本还保持领先的真公快车 被培率第四的福特加从外侧追赶上来 虽然两匹马几乎同时冲线 但福特加仍以些微之差击败了真公快车 虽然第二名的真公快车 同样以1分33秒1的时间冲线 打破了当时JF锦标赛最速时间记录 但能留在记录榜上的名字 还是第一名的福特加 而这匹黑色的母马 也以高票成为当年最优秀2岁母马 2007年 满3岁的真公快车 在3月出战版神 Philis River母马锦标赛 与最后直线 由前列位置图为冲线夺胜 也顺利拿到出战4月G1樱花赛的资格 然而樱花赛比赛当天 本来以为福特加会是真公快车的最大劲敌 但是那场比赛获胜的不是人气第一的福特加 也不是人气第二的真公快车 而是在最后直线加速甩开马群的名马 大和赤记 因为当年郁金香赛与樱花赛彼此一胜一负的对决下 媒体都将焦点集中在福特加 与大和赤记两批名词身上 而在1600公尺樱花赛以第七名吞败后 立石板练马师确定真公快车的距离适性 决定以秋季一级赛 短途锦标赛作为日后的目标 就这样真公快车再也没有与这两批名流青史的名词在场上碰面 回避了NHK一里赛以及奥克斯像素大赛后 真公快车8月上旬出战北九州纪念地方赛 虽然获得人气赔率第一 但与炎田康城骑士的初次配合下仅获得第六名吞败 为了增强真公快车的体能 石板练马师将一天一次的上坡训练增加到两次 并找来林亚马逊 习西阿马总曾经的主战骑士 中管银额骑士前来侧骑 为9月底的G1短途马锦标赛做好准备 9月30日 短途马锦标赛当天下起了大雨 在赛道状态不良的场地状态下 速度难以发挥 但比赛开始出闸的瞬间 所有人只看到真公快车如往常一样 以高不平跑法的高速冲出 拉开三马胜的距离成为领头马 最后直线冲刺 真公快车以独走领线状态 通过了弯道 抵达最后直线 在后方马拳逐渐赶上之前 与中管骑士一同冲过了终点线 实况播报员同时大声的呐喊 获胜的是真公快车与中管银鹤 漂亮的领桃夺胜 精彩的拿下短途锦标赛G1优胜 而真公快车的夺胜 是继1992年名马西野花 Nichino Flower之后 史上第二批拿下短途马锦标赛的三岁母马 对中管骑士来说 上一场G1胜利 已经是1994年侧棋林亚马逊 在伊丽莎白女王杯夺胜的事了 而这场G1优胜 同样也是真公快车的第一次 但遗憾的是 这也是唯一的一次 同时也是他最后一次的赛场优胜 短途锦标赛后的真公快车 就此陷入低迷 在10月天鹅锦标赛 与2008年的思路锦标赛 皆以惨败收场 原本期望出战3月底的高松宫纪念 也因为状态不良而取消了 之后真公快车因罹患了X大肠炎 在利东训练中心的医院进行治疗 最终于4月21日 因急性心脏衰竭而过世 为短暂的赛马生涯画上了句点 陪着真公快车 直到最后的10万六马师表示 在短途马锦标赛获胜后 马儿的状态就开始渐渐变差了 医生推测是压力所导致生病 并为此感到难过而无法言喻 和先前介绍的明马相比 真公快车的过世 在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回响 直到他的名字 再次被许多人在网络上提起 已经是14年后 赛马郎Pretty Derby庆祝一周年的2022年 2022年2月 塞根斯以北部选区 李建光传马娘为主角 公开了赛马郎Pretty Derby 一周年纪念动画 随后率先在推特公开 那位一直在动画里 抢镜头的可爱马娘 真公快车 马甲 事实上这个抢镜头的举动 是致近真公快车出道时的意识 据说猎马士阵营 检讨小苍兴马战第二名吞败时 真公快车与武风骑士 稍微斜行的原因 石板猎马士认为 是因为真公快车 受到赛马场边的大荧幕所吸引 导致奔跑时不由自主的斜行 这一点则被制作组加以改编 让马甲在动画里 成为一位爱抢镜头的马娘 然而 在今年10月 马甲实装进游戏 成为可培育马娘之后 更多玩家才发现 制作组为他精心设置了一段 感人的寓程故事 依照现实 护走马祖是医生的设定 赛萨马娘游戏中的 马甲老家也是医院 因此小时候医院 就是马甲的游乐场 而他也因此 见证了不少生命的诞生 与逝去 这样的背景 深刻的影响了 马甲的人生观 他认为死亡是必经之路 就如同河水顺流而下 最终都将回归大海 不需要感到悲伤 而马甲认为 真正的悲伤 则是被人所遗忘 而这一点 则成为了 马甲在故事里的行动准则 在渝成故事里 只要是可以博得人气的行为 马甲都会不辞辛劳而去做 因为他想成为 不被人遗忘的 旧级超级吉祥物的存在 例如说 自己跑去自制电影 或是要求训练师制作漫画 或建造铜像 甚至跑到URA协会 讨论能不能出官方商品玩偶 更有趣的是 他甚至会去故意挑懂 身边两位同期同学的敌对心 大和赤具与福特加 先让两个人炒热比赛气氛 再收割胜利的人气 让马甲展现出带有腹黑表现的可爱面 透过渝成故事 玩家会了解到 对马甲来说 所谓的人生是自己独来独往的旅程 而玩家所扮演的训练师 则被马甲视为一个摄影镜头 不是赛场上的伙伴 训练师的工作 只要负责记录马甲的一举一动表现就好 而首钢小姐也对他下了一个很精确的评论 如同被什么东西追赶着一样 不断地在人生的道路上急速奔驰着 因此玉成故事初期的每一场比赛 马甲都是自己上场 自己决定下一场比赛 自己决定后关路线 也擅自决定要改成短距离路线 都完全不打算咨询训练师你的意见 马甲认为 训练师也有自己的路要走 他只是工作比较热心的人 但彼此终究不在同一条船上 因此 马甲在游戏故事里没有所谓的朋友 他认为自己的梦想 理应靠自己实现 不需要也不应该麻烦其他人 就算在第二年赢下G1短途锦标赛优胜后 马甲依然认为 陪伴在自己身边 感动流泪的训练师是一位怪人 而玉成故事的转折点 发生在了第三年的春天 在史上 这也是真功快车奏势的时间点 这时 马甲在游戏中的存在感 变得开始非常薄弱 例如赢得三月下旬 G1高松宫纪念 竟然没有媒体过来关切采访马甲 训练师为马甲所画的漫画部落格 越南树也调到了各位树 甚至到了四月上旬 订翻了粉丝感谢记事件 虽然马甲告称感冒缺血 但现场竟然也没有粉丝关心 马甲不在 这对越马无数的玩家来说 可说是非常异常的状况 直到四月下旬 马甲的存在 好像被世界拒绝一样消失了 部落格无法临上线 甚至训练师自己也想不起 马甲的名字 直到训练师捡到了去年 马甲赢下短途锦标赛后 所制作的玩偶式作品3.0 才如大梦初醒般的冲了出去 终于在他口中象征 人生终点的海边 看到了正在看海的马甲 对马甲来说 他已经接受到此为止的命运 因为春天的到来 导致状态越来越不好 比赛什么的已经无所谓了 虽然无法达成 纠集超级吉祥物的梦想 但因为有训练师的存在就好 因为训练师一定会记得马甲 不过在海边的训练师 却大声地向马甲呐喊着 不是你就不行 真空快车的故事 现在才要开始 真空快车会一次又一次地 扬起沙尘 一次又一次地让观众惊艳 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看到梦想 永远永远闪耀着光芒 最后 马甲终于被训练师所打动 让他下定决心 再次逆流而上 与训练师一同努力下去 没办法了 谁叫训练师是个怪人呢 在这之后 马甲成功地回归赛场 与玩家顺利地完成预程目标 而梦想也终于开花结果 发售了URA公式纪念品 而第一号公式玩偶 马甲则亲手交给了训练师 约好就算训练师未来变成老爷爷 看到娃娃 也希望能想起马甲 就是这段玉城故事 感动了许许多多没有skip的玩家 同时也纷纷勾起了许多古汇级玩家 想起2000年代 Key社出品的 KANO AIR恋爱模拟名作 因为马甲与上述作品的 女主角设定调性非常接近 而故事也同样感动人心 与之中还藏了许多 关于马甲的捏踏彩蛋 未来台版有机会的话 玩家可以慢慢的寻找 在没有背负太多媒体 或业界人士的期待下 真空快车从拿下重赏连胜 斩露头角 接着被福特加与大和赤记的光芒所掩盖 即便拿下第一个G1优胜 也随着疾病骤势 迅速的消失在世人的记忆里 而福特加与大和赤记 同样出生在2004年 被当时世人称作 日本最强的母马时代 真空快车的调教助手 上田和野先生也曾表示 身边许多人士都曾感叛过真空快车 出生的时间真不是时候 然而即便被人说生不逢时 对上田助手与采访记者来说 仅以些微之差 习败福特加 超越许多古马 拿下短途锦标赛优胜的真空快车 仍然是最强母马世代的主角之一 真正的死亡就是被人遗忘 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说法 虽然话语表面上有些讽刺 但反过来思考 才能理解其中鼓舞人性的意义存在 一个生命的逝去 是它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但只要我们没有遗忘 当我们想起它时 它就一直存活在我们心中 不曾离去 而是以另一个形式 长存于后人生命的旅途之中 真空快车虽然不像其他密码一样 为多数粉丝所悼念 但根据西野化的马祖西山冒险所表示 真空快车过世的时候 令护佐马祖相当低落 赢下G1短途锦标赛的中管骑士 在收到消息后也大为震惊 并与马祖一同前往目前悼念 至上感谢之一 或许这就是制作组 想在赛马娘妈讲故事语所传达的 只要人们没有遗忘 真空快车或其他赛马的 奔驰的身影 就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 就算是近年 也还有赛马记者记得真空快车 期盼新马能像他一样 转换距离再度复活 从一开始对训练师要求说 请你记得我的真空快车 直到故事最后 自己亲口向训练师说 因为有人希望看到最闪亮的马甲 直到现在 许许多多的赛马娘玩家 透过游戏 再次呼唤了真空快车的名字 对我来说 最感动我的是成为马娘的马甲 不再是央求人们记得她 而是决心振作 成为训练师眼中最闪耀的存在 或许曾经精彩不量力 或许人生起落实无常 我相信每个人都不会 遗忘心中曾视为宝物的记忆 为自己鼓起勇气继续走下去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希望这个系列继续坑下去 我是Y力 希望没有空 没时间 没那个命的我 不会忘记更新 我们下次见 阿伯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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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